《 警方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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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回到四至五年前 那時候我還是警隊 我離開之前的崗位就是反恐突勤 我這兩年做了二十年警察 其實我來來去都是機場突警 反恐 要員保護組 其實我想不應該說這幾個月這麼簡單 其實是由追溯回去佔中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離開過的 開第一個催淚煙的時候 畫面他們覺得很震撼 甚至他們覺得整件事 為什麼你們香港警察這麼殘忍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樣對香港市民 一條馬路是被車走的 不是被人聚集 我們只是想你們驅散 那麼警察有什麼問題 警察用了超過一個小時或以上的時間 不斷去警告 不斷去跟你們說叫你們離開 散去 否則會用武力 一個小時之後 終於做回警察應該做的事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這件事 我不明白 我們為什麼經常忽略了一群 要生活和守規則的普通人 你們去示威的期間 兩邊都有店 兩邊都有人要去開工 要去做生意的時候 那誰保障這群人 警察最慘的是這件事 你要表達你的政見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要表達你的任何意見 都沒有問題 好像這一次你們的主旨 是叫做反送中 對吧 那為什麼你們要去攻擊警察 那為什麼你們要去攻擊警察宿舍 你們是因為這條例站出來 那為什麼你們會去光復元朗 在這幾個月裡 我以為我去了另一個世界 現在我差不多去到任何一個地方 鐵欄都破壞了 全部都破壞了 香港要加油 OK 但是 為什麼你們會用破壞的方式 去愛你喜歡的地方 每日培結成已發 為香港特別合席區政府 暴力維敵暴人權 進從支持集團 香港特別合席區的法律 以不畏懼 不信使 不對他人懷案意 不正視他人 扎重性武力的態度 恨世政權 執行政党 其實警察在任何 尤其是香港 我覺得他們的角色 其實是一個防守 他們只不過是 他們不會主動做一個攻擊的角色 遊行示威也好 警察其實都是站在鐵馬後 不會動的 你從來不會見到警察 就是我們一起拿鐵馬衝過去 你從來沒有見過這件事 在香港一定不會見到 你們要去示威 你們去上街的時候 只要這件事是政府批了你們 警察會幫你們開路 甚至警察會幫你們維持別墜 但是當你開始去掘第一塊磚頭的時候 我就開始說 不是 你已經在破壞工物 你是在刑事毀壞 你是在犯法 我不管你的訴求有多偉大 你站出來的目的有多神聖 對不起 你從掘第一塊磚頭 你就是犯法 有人犯法 就有人執法 有光就有影 而已 我們警察被賦予的權力 是來自法律 警察沒有人軟弱到 因為有人撐毀 沒有人撐毀 他不會去執法 對不起 不是 是 我想最大的壓力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做的事 他們的心知肚明是沒錯的 但是 他們不會知道 為何會 都一面倒去 走出來 土窩不伐 說警察濫捕 濫權 濫用暴力 其實每天都不停地去轟炸他們 我想這其中一件事 才是對他們最大的一個傷害 我眼見到的畫面 那個暴力程度 我想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 一個地方的警察 都不會這麼溫柔 其實大家都是在土生土長的事 警察並不希望一些 更加高級別的武力 但是當他們去到真的 我受到生命的威脅 他還要忍著 不用最大的暴力去保護自己 最新的就是 有人在一個警察店插了一刀 他們只是一班 維持秩序的公務員 為何你們好像出來 是想拿他們的命 你試一下大家的立場 你覺得 是不是應該這樣 或者 是不是有這個需要 是想拿他們去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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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坦白的那句就是 我後悔離開警隊 我在電視上 我是哭到收不到聲 因為我在電視上 看到全部受傷 躺下的 都是我認識的同事 而我只是能夠在電視後面 看著他們 而我不是跟他們平均在一起 直到今天也是 太多人不敢發聲 他們會去到害怕 我說錯話 套都被人打爛了 作為前一天 我連說一些真話都不敢 我會自己看不起自己 就不膽的 遷失 就不但漂亮 不沒死 比我便